涉嫌殺害媽媽的連性男子 移送的時候媒體追問為何行凶 他在進入地檢署的管制區之前 說了一句我很愛我媽媽 很愛媽媽怎麼會毆打 還持刀行凶 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下午檢察官到殯儀館相驗 爸爸也來了 看到他的左臉還有手掌 以及腳部都包著紗布 這是過程當中所受的傷 而案件的發生過程 也真的是匪夷所思 側面了解 行凶的兒子林姓男子 他平時是在外面租屋 並沒有住家裡 家裡只有住爸爸跟媽媽兩個人 家人跟警方透露 兒子在上個禮拜 有去過一間鷹廟 之後精神狀況就不太穩定 本來今天要帶他去收金 所以林姓男子昨天返家了 昨天晚上爸爸跟他一起睡 睡在樓上 媽媽則是睡在一樓的客廳 凌晨一點多 林姓男子突然醒了過來 醒來之後情緒有點失控的樣子 大喊人見合一 接著就衝到了一樓毆打媽媽 打了媽媽之後又跑去廚房拿刀 爸爸被他舉動嚇到了 也趕緊追下來阻擋 阻擋過程當中自己也受了傷 他叫媽媽趕快跑 所以媽媽後來倒在了車庫 爸爸呼救報案之後 原本已經上救護車 發現第二輛救護車好像在找路 於是趕緊跳下救護車 上了警車帶路 救護車的行車記錄器看到警車的後座 有乘客開門下車就是爸爸 目前側面了解的過程實在是太匪夷所思 細節都還需要再釐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